真是炸脸 又是恐怖无比的十比零狂暴式 进攻火力 这就是台湾新一哥 林俊逸 在此战中 展现出碾压式的杀球威力 打得对手难以招架 其实 从第一局比赛开始 左手中炮 右掌控比赛节奏 保持全程一路领先 作为惠冕冠军 林俊逸的比赛状态还是很炸裂的 特别是进攻端 后场的杀伤力 似乎又打球了 看来 泰国大师赛 还真是他的福利 回想去年泰国大师赛 林俊逸就曾一黑到底 寄精四座 先是在首轮逆转击败 中国好手龚红亚 四轮 又开落印尼好手阿迪大塔 八强赛 暴冷打败日本好手西本拳泰 四强赛 更击败中国名将石宇齐 最终决赛 又成功击费香港一哥五家的 最后 霸气勇国个人手超级赛事冠军 而新赛季到来 重回菩蒂 再次冲刺冠军的左手中炮 又一次次呈现出 催古拉手办的杀伤力 再次冲刺冠军 再次冲刺冠军 三十五五五一二十五五五 一个 到裂 十五十七 ад 모습 微ia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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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